新海人很多,墨跡也很多 所以比較難找 這裡有一封信 就是宋家榮的信 宋家榮的墨跡很少見到 就在湖南省的同鄉工會 一天雲學文靜學飛高 他真是帶著了一架石出身 他在上海那邊 生日革命成功之後做了胡君都督 都是一路諸侯來的 就是朱執信 民國元年八月 其實他這四瓶送給人都很有意思 叫做澄秋 澄秋是李朗渝的部下 所以當年朱執信派李朗渝找李福林 找他剿滅龍濟光 其實國民黨很多人的概念 都是槍幹寺出政權 就不是宋家仁的議會道路 許崇智這些 很多都是獨軍校出身 你看到他們的路都是這樣走的 去到日本 結果加入了同盟會 回來就新軍 做到晚清起義的時候 他們就出來 新軍 陳少伯就所謂四大寇 同盟會 香港分會的會長 早年的革命 他就有很多參與 春山雲起 天圖畫 曉國燕飛 地算文 李福林 醒目 他走得快 他1927年之後就馬上走 走來香港 買了康樂園 哇 發達了 最棒是他 悲陰子孫 孫中山社的博愛 天下圍攻 是相當多 因為太多了 我們怎樣認到他的墨跡 因為我們說就認孫文的簽名 但其實有時候都很難 上款哪個人 然後哪裏來 這個都 這個都是一個線索 比如這個好像是一個 相馬 日本人 是日本人相馬 不過他是很多日本朋友 他在日本逗留過很長的時間 因為1895年第一次起義 失敗之後 他就去了日本 譚香山 美國 然後去了英國 發生倫敦無難 之後他其實就在日本 一直到1907年 孫中山在香港畢業 就是去澳門餵食 他在香港掛不到牌 掛不到牌 他在澳門生意太好了 影響到葡國醫生 澳門的生意 他妒忌他 才排斥掃走他 如果不讓人掃走 可能就沒有新外革命 你不如說 如果他在香港可以行醫 都沒有這回事 他根本就是在香港行醫